文莱除了可以联想到无尊 对其他的应该都没有印象 本次因为去泰国需要在文莱转机 转机期间有6个小时的空档 在这6小时内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本次航班是文莱皇家航空公司 机组成员服务非常友善和礼貌 由于文莱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所以在飞机起飞之前会进行穆斯林祈祷 飞机上还有提供饮料和零食 每个座位都配备有个人多媒体电视 并提供免费耳机 总体而言 我非常喜欢与文莱皇家航空的飞行体验 文莱国际机场清真寺 当你踏出文莱国际机场时 你会注意到机场右侧有一座清真寺 这是文莱国际机场清真寺 清真寺的建筑既雄伟又壮丽 展现出其宏大的气魄 在文莱有一款名为Dart的打车应用软件 但是不便宜 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费用为8文来源 如果你选择不使用这款打车应用 你可以去出发候机厅等候巴士 从机场乘坐巴士抵达市中心 只需要1文来源 奥马尔阿里塞福丁清真寺位于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 是文莱两座国家清真寺之一 另一座名为哈桑尼伯尔基亚清真寺 作为国家的地标 这座清真寺是以纪念奥马尔阿里塞福丁三世 也就是文莱第28任苏丹 也是以现任国王哈桑纳尔伯尔基亚的父亲而命名 寓意着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持久存在 在奥马尔阿里塞福丁清真寺时 会遇到很多当地人提供城市游览服务 如果你觉得价格可以接受 可以考虑让他们带你逛逛文莱 雅雅桑购物中心位于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中心 其左右为水上屋和奥马尔阿里塞福丁清真寺 这个购物中心于1996年 由文莱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正式开幕 是各种商业活动的中心 它设有每月的活动 零售店和各种餐馆 是旅游者和当地人放松和享受的地点 Mercule Dergheye 60是一座 献给文莱苏丹的金色喷泉纪念碑 苏丹作为文莱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斯里巴加湾市中心 遍布着许多对苏丹致敬的物品 而Mercule Dergheye 60就是其中之一 该纪念碑于2006年建造 以纪念苏丹的60岁生日 也被命名为Mercule Dergheye 60 翻译成长寿 陛下60纪念碑 高耸的曲线柱上醒目地显示着 阿拉伯数字60 夜晚还会被照亮 当你站在Mercule Dergheye 60喷泉纪念碑旁边时 有许多船主会向你推荐 去水上屋进行一日游的服务 然而 由于我在以前已经去过 这一次我就不去了 相反 我想请船主把我带到The Mogadon 也就是文莱最大的购物商场 船费来回是石文莱元 The Mall是一个综合性的购物商场 其现代建筑的灵感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元素的融合 The Mall于2006年7月9日 由王储阿尔木赫塔迪比拉亲王正式开幕 其中也包括了Riskan International Hotel和一个购物中心 该综合体位于Gadon商业区的中心 包括一个有两个宽敞停车库的三层购物中心 它雇佣了378名员工 其中277名是当地人 顶层设有一家电影院和一个提供各种美食的大型美食广场 在美食广场旁边也有为游客提供街机的体验 逛完了购物商场 就要乘坐快艇回到市中心 坐一块钱的巴士前往机场 赶上8点的飞机飞往曼谷 如果你喜欢本集视频 可以帮我点赞加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